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最近的天气持续的在回暖当中 春天的脚步真的是在捷径当中 只不过在关心台湾的天气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热带低压的最新动态 目前在菲律宾附近的热带低压 持续的在往西移动当中 而它的中心其实已经在今天 登陆了菲律宾本岛陆地了 所以它的结构有被稍稍破坏的趋势 这个强度有稍微减弱 不过接下来它持续的进入南海之后 有机会会在海上重新的重整增强 所以未来这个兴起必须要持续关注 这个热带低压的最新动态 至于菲律宾中部这个地方 其实在今天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 有一些震雨的情况发生 不过接下来随着热带低压进入南海之后 降雨的情况就会稍稍的缓和停歇下来了 好 至于台湾今天的天气状况 几乎全台各地都是多云道晴朗的好天气 就只有在东半部地区 因为云量稍微多一点点受到地形的影响 有一些地形性的短暂震雨 不过其实降雨的时间都不长 雨势也都不大 这样子的天气情况至少还会持续四到五天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冷高压冬移出海之后 下一波封面云气 下一波冷气团都还没有真正接近要影响台湾 所以这样子暖乎乎的好天气 至少可以持续四到五天左右 大家要好好的把握了 因为就连降雨的情况也都不明显 可以看到在未来这几天 除了在东半部地区云量稍微多一点点 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短震震雨之外 其实天天都是比较稳定的好天气 多云到晴朗 而且东半部的雨 其实降雨的时间也都不长 大致上来说 东半部地区也是有机会可以见到阳光的 所以未来这几天真的是好天气 大家要好好的把握了 至于在风的部分 接下来是吹着比较偏东风 东南风 所以带来的空气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暖 甚至到有一点点闷热的地步了 所以在这个星期 虽然说天气状况变温暖了 但是要多加留意这几天的日夜温差大的情况 因为在清晨跟晚上 受到一些辐射冷却 以及冷空气残留的影响 低温的部分还是会降到只有16-17度左右 但是高温的部分 确实会一天一天的更加的温暖 来到25度到28度左右 所以日夜温差将近有10度了 提醒大家 早晚外出还是要记得 戴一件保暖的外套在身上 才不会感冒跟着凉了 南部地区同样的也是 天天都是可以见到阳光的好天气 气温的部分也是相当的温暖 但是同样的也是要注意日夜温差大的问题 好所以最后给大家议定跟建议 未来一周是持续回暖的好天气 很适合在这个星期把一些冬天的衣服拿出来洗一洗跟晒一晒 不过提醒大家一些保暖的衣服 才不会感冒跟着凉 至于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稳定 但是稳定的天气不一定是好天气 像是在中南部地区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下一场可以解渴的雨了 大台南地区已经在上个礼拜四 已经进行了第一阶段的限水了 而在未来这三个月的春雨的情况 恐怕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不太理想的 所以提醒大家在最近这段时间 一定要好好的节约用水 珍惜我们的水资源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数据